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大家好 欢迎收听读者 我是主播杨柳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 来自于作者刘娜 一人撒谎 四千人隔离 枪小时 没有赢家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从大年三十至今 疫情成了全民关注的热词 医护人员迟远武汉就职一线 我们留守在家 拒绝传播病毒 不给国家添麻烦 如果无法做更多 那就管好自己 不伤别人 这是绝大部分普通人 善良且朴素的认知 但也有一些人 以反人性的思维 和非我族类的行动 让这场原本就 凶险多变的抗议任务 变得更加复杂兼具 2月2日福建省 晋江市英灵镇 公布一起新增感染肺炎的病例 这个男患者从武汉返乡归来 却对外谎称 自己从菲律宾回来 紧紧撒谎也就算了 他还置父老乡亲的安危与不顾 到处参加剧众宴会 病情潜伏期间 他参加了闽南习俗的 敬主宴请 而那场盛大的祭拜活动 有三千多人参加 他不仅在英灵镇活动 还跑到了附近的东石镇 参加婚宴 那天参加婚宴的 有近千人 如今和该男子 有过密切接触的七人 已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而参加这两场活动的四千人 也被居家隔离 接受14天的医学观察 原本就紧缺的医护人员 在繁重就职工作的间隙 还要每天去登门 为隔离者测量体温 令人心痛的是 直到自己也被确诊新冠肺炎 这个男子才改口称 自己是从武汉返乡 压根就不是菲律宾 半个喜剧中 任素希饰演的默默说 撒谎 就是买雷 雷暴时 无人能够幸免 一个谎言 让四千人隔离 制造了多少恐慌 又浪费了多少医疗资源 而那个撒谎者 并没有因为说谎 就能逃过一劫 因为谎言最先惩罚的 就是始作俑者的撒谎者 令人无奈的是 这样的人不是一个 而是一群 四川雅安 一名69岁的老牛患者 侯某 被确诊新冠肺炎 而在此之前 他多次外出活动 密切接触者就有一百多人 他出现发热症状后 医生多次询问他 有武汉 湖北等地居住和旅行史时 他都失口否认 真相是 几天前他曾经 途经武汉汉口返回亚安 由于他的隐瞒 导致三十多名医护人员 成为密切接触者 直到1月30日 他病情爆发 躺在医院里 才说出了真相 山东维芳市 一个叫张某芳的市民 在1月17日至20日 曾离开维芳 到安徽省 邦布市办事 1月21日 他还因为咳嗽 头疼 到医院就诊 此后 他还和多人聚餐 发热后 拒绝配合社区调查 不如实说明自己 去了哪些地方 见了哪些人 致使和他接触的很多人 在不知情中 存在被传染的严重危险 2月2日 他被确诊 新冠病毒肺炎 和他有过接触的 48名医护工作者 和49名密切接触者 全部实行了隔离 而隔离治疗的他 也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终会面临法律的制裁 根据媒体和警方披露 江西干州 广西玉林 江西上饶 江苏无锡 青海西宁 吉林长春 广东深圳 等多个地方 都有这种 又蠢又坏的人 有的人因为刻意 隐瞒病情 导致社区和卫生部门 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而把病毒 传染给自家年幼的孩子 和年迈的父母 一家人都成了感染者 在主持人大赛中 董青说到了人和人 和自然和万物的关系时 说了这么一句话 枪响之后 没有赢家 因为伤害一旦蔓延 无人能够信念 包括最先扣动板机的 那个人 所以疫情中 撒谎的人 撒得不仅是谎 还是害人的病毒 他们不仅触犯了法律 还是所有 抗议者的敌人 他们不仅是 移动的病原体 还是杀人的刮子手 那么 这样的人 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一 心存侥幸 重量不幸 所有传染病的 头号敌人 都不是病毒 而是心存侥幸的轻视 因为轻视 而导致病毒 只要选择 一个人当宿主 很多和他接触过的人 都成了 人形病毒培养箱 从个体到制度的 轻视和不重视 是所有传染病 从一个病毒 爆发成一场战争的 根本问题 二 害怕歧视 终被歧视 因为害怕歧视 所以不想让自己 深陷被歧视的尴尬 为了不受到歧视的攻击 选择用谎言 让自己穿上尊贵的袈裟 但是 用谎言穿上的袈裟 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早晚都会被人识破 新冠肺炎爆发后 在有些人脑海里 一条无形的歧视链 已经形成 湖北人觉得 武汉人是病毒的代名词 外地人觉得 湖北人是病毒的代名词 外国人又觉得 中国人是病毒的代名词 更多人 为了绕开这条歧视链 索性走向了撒谎之路 三 恐惧 害怕 真相上门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 汇集记忆 依然是人性的弱点 这次疫情 各类人群都易赶 但确诊者 多是老年患者 老年人 包括我们的父母 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 报喜不报忧 爱用谎言 维持表面的平和 哪怕是自己患上了重病 还说 一切都挺好 这种因为恐惧 害怕 而不愿面对真相的态度 反而最容易出现 怕啥就有啥的难堪 四 我不好过 谁都倒霉 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任何时候都有 疫情中也不例外 不排除个别从疫区归来的人 担心自己已经感染病毒 但又不甘心 只有自己感染病毒 所以到处走动 肆意传播 让更多的人 和他一起受苦受难 这种变态幽暗的 受害者心理 非常少 但有一个 就会害了一大群 对于隐瞒病情者 国家之所以 要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就是在道德无效时 法律 必须兜底 五 修为匮乏 极度自私 除了思想和眼界 明知自己来自疫区 还到处串门走动 参加宴会 甚至拒绝向救命的医护人员 说出真相的人 说到底 是极度自私的人 只是 所有的过度自私 最终不仅无法自保 而且 必然陷入自伤 和他伤的宿命 因为传染病的 另一个真相是 一百个人里 有八十个人 同仇敌忑 厌防死守 十八个人 麻木不仁 无所畏惧 两个人 极度自私 到处祸害 那么这两个人 就会通过 那十八个人 让八十个人的努力 白白浪费 毁于一旦 不原谅这些 愚昧又自私的人 就是不给病毒机会 就是为了保护更多同类 就是为了和国家 站在一起 就是为了打赢 这场战斗 这篇文章的最后 还想再分享一个 出租车司机的故事 呼和浩特 一名女出租车司机 姓万 一月三十日 她在自己 被确诊新冠肺炎后 第一时间停运 并通过手机 理出一月十八日到三十日 通过危险支付 乘坐过她的出租车的 一百四十二名乘客的名单 她说 对不起 她病了 但不希望乘客 再掉以轻心 也不幸患病 她呼吁 如果乘坐过她的车 发现 发热 咳嗽 无力的症状 赶紧联系当地的疾控中心 规范就医 这 才是我们同胞该有的样子 不撒谎 不埋雷 不伤害同类 自己中了弹 还拼命抠出子弹 不让枪再响起 坦然说出真相 杜绝更多人的恐慌 她 还有 我们大部分 都清楚地知道 疫情之下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 而不是同胞 灾难之中 我们都是生死之交的战友 而不是相互提防的异类 我们要相互扶持 才能迎来春天 仅以此文 告诫自私的人 勉励 善良的人 以上是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文章 我是主播杨柳 感谢你收听 读者 我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